快看这里好多猫眼罗呀 哇塞我终于等到了猫眼罗 快看看这里还有一个 终于等到了这个还没握沙 我跟大家说一下 猫眼罗适合生长的季节是春秋冬 这三个季节 冷一点还没有关系 他们就怕热 哦你看他的小厨蓄 哇塞让我来给他捏一个啊 哎我都缠了一颗夏天了 你知道吗终于到了秋天 天气冷的时候有了 输了 哇这肉也太大了 太肥了 哎呀用不上力 哇哎这个是不太好的感觉 你看这附近 好多他爬行的痕迹 哎这个肯定捏得过瘾 先回到猫眼罗捏起来就是手 哎呀不对不对不对 这感觉也不对 还行吧 只能说是他身体不好 太虚弱了 这个够不行 这个还动不动 啊动不动 这个还不错 收了 刚刚那个是单纯的偷懒 它是 哦哇 这肉太大了 直接就捏不明白 这时间洗一下 莫眼罗的沙是最多的 哎 哇哈 一下子收了 我个摸眼罗 太过瘾了 走 哦 什么球啊 你看看咖喱 这么多 大咖喱 我的天呐 太哇塞了 三四五六 六个 这个还坏了 哎 不是 你看 这个还能不能要了 这个看着好新鲜 没开口就是还活的 只是受伤了 太惨了 哎 我把它带过去吧 这么大的肉不要太浪费了 收了 最近每天来啊 这里边都会有沙背的 好无疑问 你看吧 这么多 哎呀 在这好长时间了 你看可高了 还会洗一下 我们这边的水很干净 海花都特别干净 哎 我们俩还拿不起来 看 只是这里沙太多 他们在这里 会显得有点不好 哎 太太过了 看看这些石块的鱼 有没有糖 发展一个糖 像什么 这一个这个 这一个这个 没拍见 没有 哎 这还有一个 这手机心 哎 好歉意呀 哎哎 哦 什么情况 有一阵鱼在他的身体里 你再不避场都被鱼吃了 是不是不活了 能不能看到他蓝色的眼睛 很漂亮哟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吗 山贝真是神奇的物种 哎 有没有 有没有八爪鱼螃蟹 没有 山贝怎么这么高级眼睛 他真神奇啊 嘿嘿 嘿嘿嘿 没事了 这底下应该没有活吧 走了 来看 正在行走的 哦 他正在爬哈 你看他的处心 嗯 哎 嘿嘿嘿 哦哟 吸力还不小呢 他爬的时候没有吸力 但是你要碰他 他就开始吸了 收了 哎 嘿 大大大大美贝 真是成精了 我以前还没见过这么大的 我感觉今年的贝类格外长 今年是非常丰收的一年 硕果雷雷的 收了 哇塞 正在握沙的毛眼罗 你看他的那个处须呀 你摄影师 对这里这里 还有你看他的乳缸突出来要进去 哦 我一拿他我就感觉他这里紧张了一下 收了 这是还没来得及吸水 哎呀 多少吸了一点 吃了一镜头 嘿 好吧 收了收了 踏踏镜头回家了 走 快快快看 快看看 advancement 一下里头好漂亮的罗 86 我的天 你们看漂亮吗 j冻的都掉了 不好 嘞 好漂亮 之前也剪了不少了哈 但是都送人了 这个我要留给你自己做经验 嘿嘿嘿 大家好 我是牛牛 我一来干 Sp degli 点点赞 千万不要忘了 好 ばば出块 哎呦没有 だま 雯ва 好了,走,走,走,哦,对,这里是不是好多大虾呀,你看果然是大虾,哎,这个头还是不错的,好久没捡到大虾了,这会又有大虾吃了,可把我馋毁了,你看,正好哈,最近我发现了一个大虾的新吃法,就是用空气炸锅,然后呢,嗯,放在里边撒点,那个刷点油,撒点盐,哎,赶紧捡,那味道简直太鲜美了,我没看错吧,这边好多大蛤蜊, 哇塞,这是大霉贝呀,你们看,这么大的大霉贝,味道非常的鲜美,吃起来可怪你了,一口都吃不进去,哇,这要是切盘的话,把它切成,就是,一丝一丝的炒着,这也可以,你看这么大,手直接拿不起来,辣炒很好吃啊,你们觉得就是,炒霉贝,还需要放什么配菜,可以跟我说一下啊,哎,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用青红辣椒炒一炒,既好看又好, 好吃,受了,受了,太过瘾了,看看还有没有啊,你看啊,这里还有一个,过瘾,过瘾啊,哦,不对,这是呀,这不是吗,你怎么不提醒你,我都不识处了感觉,我来看,这是不是暴雨啊,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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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呀,你看还背在一起啊,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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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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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没有啊 好多虾 你看你看 你知道它为啥在这吗 就是这个石块挡住了 哦呀不错呀这大虾 你看老过瘾了这点 收了 它边还有好多沙柄 就是这一堆不太多 一共一根三四五六六 你看 嗯 这一个颜色还是粉的 边的都很黑呀 塌起来的 收了 像这种沙柄 接下来晚上还得去卖一下 就是太晚了 不知道人家干嘛 看看有没有 不应该呀这么大的石块底下藏个货 也是正常的 没有啊 哦 你看看 你看看 哇塞 一下子又剪了三个 咱那会儿剪了几个也是也是 是不是七八个是油了 你看又三个 哎 看看这石块 我看一块吧 给我骑 没有 没有 你们知道为啥吗 是因为它这边 风气太大也不行 风气太大了就是没有了野桃的功能 低一点就好了 哎 这样 这边家没有了 没有 你看这边 扇贝 还有一个大美贝呢 你看 给你们对一下 对比一下 两个扇贝也比不上一个大美贝呀 这要是卖钱的话差距也可大了 说服了啊 那我今天吃贝了差不多了 大爷 回家吧